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以为随意取的名字就和主人运势没啥关系 随意取名也是一种机缘 而种种因素之下出现的名字就是一个人运势表示的形式 所以名字不仅对个人的运势有明显的影响 而且还可以从名字上看出主人的运势来 财运自然也不例外 那你的命运如何呢 接下来从姓名学角度来看一下 一 量 其量字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 其量字的上半部分为高字的上半部分 也就是高不全 一个不全的高字 只有高字头 白话的说只能出名一时 也就是在有好运的情况下 露露头而已 其量字的上半部分又有一个言字少了两横 不全的言字容易造成不喜欢说话 有苦说不出 其量字下半部分为成字的右边 也就是沉字尾 这是不看好的 其沉字尾里边还有一个几字 容易多变 这样的话 其量字就不看好了 上面出风筒 下面却要沉 有前运阻极短 而后运却不看好 体型瘦弱者居多 长相绍兴 父母家境都会较不错 二 雅 雅字的左半部分为雅字 雅字大家都知道是用来吃东西的 也就是具有破坏之意 容易主导事业和婚姻上的矛盾家重 有辅着之意 雅字的右半部分为追字 此次有助字形 助为停住之意 不利于发展 这个字是前面破坏 后面停住 不看好 雅字本身在形上有雅 亚之意 有苦说不出 压力大 通常名字中带有雅字的女人 皮肤一般 有的一发黑 体质发弱 长相一般 三 森 也是品字形的字 森字算是品字形字中 当中最好看的一个了 此字多数于福有缘 有福缘 出名者居多 品字形的三分之字 森字 在其婚姻感情上亦有波动 男人有森者 会多数出现二太太 女人为森者 会以多情为主 森字在性情上 会为半世果断之人 具有号召力 喜唱歌 通常名字中有森字的男人 身高会在一米七五左右 身材较魁梧 皮肤一般 不过其长相都会不错 脸型为稍长 四 震 震字的左半部分是个提手旁 提手旁是个动性大的偏旁 有事好动手 好惹事 提手惹事 又一遇到反手 这样就容易被抓 震字的右半部分是个沉字 在音上不好 有沉意 两下一综合 这个字不太好 尤其是范式时很难逃脱法王的 名字中有此字者 脾气亦不好 性质疾 做事利索 技巧性强的人 身材魁梧 长相已严肃者居多 五 立 立字的上半部分是一个一字 也是一横 字头有横压运 事业上亦起步晚 立字的下半部分 为两个月子 不全之符 感情上亦出现不圆满 也为不全的木字 视力多数会不好 立字是一个与季节有关的字 如果是出生在春夏两季的女孩名字中 有立字的长相 会比出生在秋冬季节的女孩漂亮 因为立得起来 立字综合起来看 为人和气 浩焦 人缘好 脸型稍圆形 长圆形居多 皮肤好 灵感强 六 夹 夹字由于受名人的影响 李嘉诚 李嘉兴等 使用者也越来越多 因为大家在起名时 看到这个字 自然而然就会想到 名人也在用这个字 用得很好 而夹这个字 如果按取大优先的方式 来拆分的话 是一个喜字和一个栗字组成 栗字是刀子出了头 有破坏之一 栗字本身也是破坏 这样的话就是破喜了 对婚姻不好 按平常法来拆分 夹字 上半部分为一个极字 极字主命 主家境好 下面为一个夹字 夹字主命 主本人做事力度大 一我行我素 性格强 不好管 学业一般 不会太理想 夹字综合起来 看有两口 一力一势 说话有力度 从事权力工作较好 有很好的管理 统筹能力 脸形长圆形 瓜子心居多 外语好 七 折 折字在音上有折音 在字上有折意 折上面为口 折音和折意 亦导致名字有此字的男孩子 在上学时期不好好学习 不好管 甚至一顶撞师掌 刀光剑引号打架 脾气不好 事业上有折 挫折多 辛苦 折下口 亦导致名字中有此字的人 说话不中听伤人 说话横 亦得罪人 经过长时期的研究分析 综合起来 看此字并不是一个十分好的字 此字对事物有很强的破坏作用 现在用者也是大多已泛滥 虫子率太高 长相中等 皮肤一发黑 八 智 智子上半部分是式字 下半部分是心字 心被式压在了底下 事业上受压力 压力大 室有士兵小足之意 心被此压抑 欲小人坏事压运 不能很好地放开发展自己 心字暴露在式字下面 感情上已波动 不稳定 亦被动受伤 智有志气一说 立志者心为累 事未及亦未大 综合起来看 此字是一个变性大的字 被运性强 心被式压 亦有志难深 视作不好 口才好 皮肤好 九 文 文字上半部分为头部 事业上出头早 聪明好学 下半部分 一个相互交叉的绰号 做事亦自我矛盾 相互纠缠 文字是一个好上火的字 在性格上亦导致急性子 脾气不好 做事不计较后果 在身体上亦产生 与上火有关的毛病 要注意牙 咽喉等火线上的毛病 在感情上 文字导致脾气上不合产生的 不稳定因素 和不知足因素 综合起来看 此字是一个动性 急性大的字 说话直而愣 言语易过急 男女长相基本上都是中上 十 影 影字左半部分为上下结构 影字的来历 取自一种果实 引果 影字本身有和 有叶 也未果意 其影字整体结构为三分之字 也就是影字的左半部分 为一个笔字 和一个合字 上下为两个字形 左半部分为一个叶字 这也就形成了三分 在感情上 亦出现第三者 影字的上半部分 一个笔字 在身上亦有刀伤 手术 心情上脾气极 好强 说话快 亦无心得罪人 下为和 和上为笔 为刀 事业压力大 影字右半部分为叶字 因材而伤脑 综合看起来影字 影在阴上 有影一阴 做事亦成空 感情不好 对事物喜欢捕风捉影 猜疑心重 长相亲戚 好意 严肃表情使人 影响人运气的因素很多 风水命理后 天机不可忽略 具体准确的运势 除了姓名外 还需结合命理风水来看 以及后天与人为善行德 积德 进行人为的努力 亦可对运气进行改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你时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